大家看到的眼前这架飞机呢 就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的大型客机C929 它的这个总的长度是39米 它的驿展展开接近是36米 它高度是12米 最大的航程呢可以达到5500公里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可以从北京到新加坡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当然了它可以飞国内所有的航线了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客舱的内部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座椅呢目前是被这个保护罩保护了起来的 今天因为我们是有幸登机的第一批乘客 所以给我们留了这两排的座位 在C919大型客机上有非常多的人性化的设计 其实平时像我这样的个子 最怕坐飞机的时候拿着手机行李 但是在这个C919大型客机上 这个行李箱的设计就非常的人性 它是一个下斜式的设计 手艺呢 这行李箱就开了 把行李放上去 一推 就扣上了 人性化的设计呢不仅仅是行李箱啊 还有我们平时坐飞机的这个座椅 其实平时我们都不愿意坐在中间的位置 因为就是感觉会非常的拥挤和拘紧嘛 在这个座椅的设计上呢 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设计 两边的座椅他们告诉我是18英寸 中间的座椅是18.5英寸 这个小小的0.5英寸 我用手比划一下啊 中间的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再看我这边 旁边的一个 两个 三个是多出来的 这个小小的 0.5英寸的设计 就体现了我们国产飞机的人性化 地上的安全带 等待 起飞了 请在此区您的安全带已经扣好 手机调制飞行模式 谢谢 起飞机已经太快速的滑滑了 但是我的心意不舒服 哎 现在也抬起来了 起飞了 非常非常的平稳 你看 稳稳的 稳稳的 真的特别 这就是我第一次乘坐 我产的大型客机 行动 在五年前 我们在地点 建筑了C919的首次飞行 那在五年后 作为年纪者我们又 首次跟四个基睛 说了那四个基督 回上了蓝铁 这一刻 就很值得被记住 现在飞机已经进入到了停飞的状态了 我现在要开始换终了 所以看一下这个 这样的一个距离 我坐位是没有放下的 其实还有一个这样的设计 打开 这个直接就可以放直飞了 可以伸缩的 还有大家在坐飞机的时候 容易疲倦 就坐椅 躺下去 这个椅炮它是可以这样的 掰过来 就这样 它可以竖起来 因为每个人的脖子的这个感受程度不一样 然后这样 相当的舒服 现在就是进入到我们这个怪习室里头了 考虑到旅客的舒适度 可能会这边会显得要没有那么大 但是它该有的功能都有 就包括这种婴儿护理台板 然后储藏空间 里面 放一些卫生用品 储藏空间都是够的 有麻雀吹小在五张区全 真是的 现在西条酒飞机已经平稳地降落在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好 我们刚才体验完了 乘坐了这个体验 下跌机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驾驶舱有什么先进的设计之处 机长好 你好 你好 今天飞行你的怎么样 今天很顺利了 天气也好 我看飞得特别的平凡 是的 一路飞过来累不累 不累 这个飞机很轻松飞的 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放空我们的静稳定性 使我们的飞机更是油 嗯 然后飞行员飞起来也很轻松 再就是乘客做了一个舒服 嗯 而且我们有后面有配备了很多那个 机身都比较高的电脑 所以我们操控起来就是很轻松 而且关键是一个是可靠 安全 那您飞这个919飞了多少时间了 我飞了大概有个千小时左右吧 操控起来很舒服 您是最先开到国产大飞机了 这是有什么样的感觉 自豪感嘛 这919很轻松 心里是很高兴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中间都有没有国旗 对的 这就是我们内心对国产飞机 对国家的一种情感 主国在心中 所以说他们我都国旗放哪里 我就放在心上 主国在我心中 好不好 今天来到首都机场 是为了来获得这个试航证 这个也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 因为意味着这个获得试航证之后 他就可以具备走入市场走向航线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 719 几个字 格外的引人注目 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我真的希望 让中国的大飞机能够早日的走进群堂百姓家 翱翔在祖国的南田 并且飞向世界各地 祝福他 未来一切顺利吧